你看早上10點半 所以我現在可以開始喝咖啡了 我早上一定需要咖啡 我才會覺得整個awake這樣子 那為什麼一定要等到90分鐘以後 這個其實它是跟那個Adenosine有關 就是我們早上起來之後呢 需要大概90分鐘到120分鐘 去把我們腦裡面剩有的Adenosine 被身體代謝掉 我們早上起來不是會覺得說很累嗎 在你大腦裡面那些receptor 然後上面還有Adenosine 那個成分在 它就是這個Adenosine的antagonist 就是意思就是說它不要讓它接受 我們要等它整個都被身體清除之後 你再給它咖啡去block掉這個receptor 就是例如說有些人早上都會被咖啡 下午兩三點它就非常的想睡 其實它都是因為早上那些Adenosine 沒有wash out的關係 這個是我用的Cacao 然後加一點Cinnamo 因為我喜歡Cinnamo 你要喝嗎 我弄一杯給你 你看就是這個 小孩子就是不喜歡喝這個 好像中藥喔 沒有啦 我超愛這個味道 超級愛 大家在YouTube上面 常常在美上美皮膚科的一個頻道裡面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有自己的保養品的品牌 這個叫做DRX達特式 大家有機會來逛逛 最有車學根據的 長生不老的東西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今天說NMN好了 Resveratrol也很有名 這些你都還是要花錢買 兩個東西最免費 然後最有效 睡眠還有運動 我真的覺得要睡到自然性 像昨天晚上為了要準備那個演講 會準備到晚上大概11點12點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看說 時間到了 我應該要把筆記本關起來了 可是因為 你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你的腦是非常活躍的嘛 你就會Delay你的睡眠時間 所以你要一個好眠 你應該最早的前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你都要少做一些 滑手機超級興奮 大家去看喔 現在短影音 你去滑 你會一直不自覺的 一直滑下去一直滑去 然後這個真的是一個超級興奮 因為你每滑一次喔 那個腦裡面就會有釋放出一個 一個物質叫做Dopamine 多巴胺嘛 不知不覺一個小時就過去了 躺在床上你就睡不著了 因為你的多巴胺 讓你的腦無敵無敵的興奮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我自己買的啦 因為你真的是手機有戒斷症 然後你真的就是想要花一點3C東西 現在每一個人真的都有手機上一陣 然後你晚上如何睡好 你去買一個eReader 這個叫電子紙 它的那個更新速度 不是像手機這樣這麼划損 你看Shorts 你看YouTube Video 在這個上面 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所以這個東西只能幹什麼 瀏覽網頁 它就是跟紙一樣 它不會有那個亮亮的 所以你晚上坐在床上 你去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就好像紙一樣 如果我晚上是滑手機 滑那個TikTok或是reels 它一個晚上一定都是很難入 所以如果我晚上就是沒有像要演講 要準備就是腦沒有那麼活躍的話 我是晚上我是讀這個 然後在這個上面 我會去瀏覽網頁啊 讀我自己想要查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看短影音 所以看了幾個網頁之後 真的就睡著了 這個東西是劝敗的 一個科技小物啦 就它在你的網頁裡面 有影片按下去是什麼反應 看得到你等一下可以試 黑白的影片然後它會動 很難打字耶 會打出字耶 我這個就不是手機啦 打什麼 我打不出字 讓你覺得很難用 你真的就只能拿它用來 讀完 因為我讀電子的時候 然後很安靜的 把它讀完 然後慢慢的人就想睡了 所以你 買了一個難用的東西 我呼籲要買難用的東西 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克制我們自己啊 越來越會想要 想要滑 會越想要滑 所以 這個就是 讓你不要滑 所以你就要換 換成這個東西 黑白的影片耶 黑白的影片 然後你會覺得說 Leg Leg的 Leg Leg的 所以你不會想要用它來看影片 那也會有聲音聽看 有聲音 天 做了 什麼樣子的事情 讓你看漂亮 那感覺好像不錯耶 重點也有就是沒有藍光 我已經很久沒有拍 就是關於我的生活了 然後今天 心血來潮拍一集 如果大家 喜歡看這種東西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哦 拜拜 今天 要創視一下 或者看 我 其實 請